请各位先试试看 做Date的 这个减的动作 另外呢,如果说我不要用Date函数来做的话 我可不可以用DateDif来做 我刚刚有讲到那个DateDif函数 它除了可以计算 两个 日期之间相差几年 相差几个月 甚至可以相差几天 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顺便讲一下 我在旁边 这地方好了,我在这个底下这里好了 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要计算两个日期相差的话,顺便讲一下 可以用等于DateDif DateDif呢 我讲过,它很奇妙的就是说 它很重要,可是却不会出现在这里面 很奇妙 所以一般都要把它记下来 那我要怎么把 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 比较旧的时间 先放在前面 所以前面这地方的话,你就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Tedate 直接把它打上去 Tedate然后加一个刮 逗点,第1个日期 第2个日期的话就是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个 我们未来的那个 2016的那个日期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日期 请你一定要加上一个Date 然后把它刮护起来 然后这里的话是 2016 斗点 年 然后月的话是 8月 在斗点 5号 其实这样的写法 或者是另外 直接直接写可以 斗点 然后再来的话呢 后面加上一个 我要比较的是 这个 刚刚是Y 是年 对不对 那我这个要改日的话,记得就是给它一个D就可以了 D的话是比那个日的部分,然后后刮护 后刮护之后的话直接打勾 OK,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地方也可以帮我比较出来 然后一样这个地方,它预设就是 这个这个数字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公式的部分呢,也稍微记一下Date for today 然后也是Date 一个日期 后面比较容易有问题的应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第3个参数是一个D 就是日期部分 那如果你要比月的话就是M 所以你会发现有YMD 三个部分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